在香港有一位小湯老闆 把这港式牛杂 试做出了极致 不仅融向四义 卖向又软 据说每天更是能够卖掉两千份 那么靠的就是这球不外存的配方 以及独家制作工艺 那我们首先第一步来 偶吃一桶高汤 新鲜老鸡半吃 巨断的牛大骨一根 再加入葱 姜 少许高度有来去除意味 善味 接着用大火烧给过后撇掉上层糊沫 再持续将食材充分彻底操透 直到完全煮不出去末血水位置 再用温水彻底清洗清理干净 再放入开煮锅当中进行炖煮 只需要加入老酱两块 就能够将紧生的一味彻底清除 接着用大火烧给过后煮它个十分钟 将食材充分出透 再转小火慢炖三到五个小时 由此来彻底炖煮出食材现象 那么这样的一款高汤 不仅能够给牛杂补充鲜味 同时还能够让牛杂的原酱更浓 更浓 接着来准备一款密制酱料 准备白糊入一块 蓝乳两块 再倒入少许蓝乳扎的剔色 加入芝麻酱30克 花生酱20克 海鲜酱30克 蚝油30克 花雕40克 然后将起半圆 下一步在锅里面加入少许色拉油 加入蒜米50克 爆香 再加入调好的酱料 开小火进行翻炒 激发出酱料的酱香 酱色 然后出国装网备用 那么这样的一款酱料复合香味更加浓郁 而且炒之过后能够让所有的酱料更香 接着来准备一款五香粉 小微香5克 花椒10克 桂皮5克 香叶3克 红花椒5克 橙皮5克 炒果1克 甘草2克 白胡椒10克 再倒入铁锅当中 开小火进行煸炒 这一步的目的不仅是间香料炒脆 同时也是为了激发出香料的火性 由此让香料的香味变得更加濃郁 厚重 直至喷香 焦脆 然后用机器粉碎成香料粉 备用 下一步准备牛杂食材 准备牛腩一块 牛肚一块 牛肌一根 当然还可以加一点牛肺牛肠 接着加入老姜两块 少许花雕酒 去除异味 上味 烧开锅后 撇掉三层红沫 再持续将食材充分彻底抄透 直到完全走不出去有墨血水为止 再来总用其水色的清洗干净 这样能够让成品牛杂食材更加干净 而且无意味 接着将牛杂食材改造成略大的块状 那么这样吃起来才会更加过瘾 更加感口 饱满 继续在锅里面加入少许色拉油 加入两个配布的蒜子爆香 爆香过后再加入准备好的牛杂 开小火进行翻炒 操作牛杂多余水分 并且激发出牛杂的原相 那么这样能够让你炖煮出来的牛杂相逢得更加浓郁 直至牛杂表皮内会变焦 泛黄 再转移到砂锅当中 加入炖煮好了的牛股口糖 以及炒好的醃料 咖喱粉10克 黄唐30克 提味 提咸 鱼露20克 打好的浮香粉10克 最后加入少许老师后提升 用小火慢炖 两个半小时 使其中分入味 入香 这里一定是使用小火慢炖 这样能够防止将牛杂食材阻散 而影响口感 那么炖煮时间到了过后即可做过装碗 最后再淋上少许糖尺点缀 那么一道色 香 味 形 牛杂原香十足 且软弱的 感是牛杂食做完成 也希望这段牛杂给你带来的 毕竟是蛇剑跟未来的惊喜 更是心灵危机 这所为人间烟火器 最服 凡人心 感谢观看